一年级同学好,我们今天会讨论上个星期我们所教的二年级科学动物的这个单元的练习 请你们把你们上个星期所做的答案拿出来检查 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吧 OK,一年级同学,我们现在就来开始讨论练习 我们讨论的是二年级我们所学到的动物的这个单元 OK,我们来看第一题 青蛙蝉卵的数量比谁多呢?比鸡还是蚂蚁多呢? 答案是比鸡多 OK,青蛙的数量呢,它蛋的数量会比鸡来的比较多的 鸡的话它可能只有生2-3个或是1个 OK,好,所以第一题答案是鸡 那第二题,什么动物依次能生下较多的幼儿? 猫还是大象? 答案是猫 OK,猫 大象呢,我也教过你们 OK,课本的话也有写 就是大象呢,它每4年才生1只大达小象而已 OK,好 第三题,胎生动物生下的幼儿像还是不像母亲? 胎生动物 通常胎生动物很多都是比较像母亲的 OK,答案是像 好,第四题 胎生动物一生下幼儿就会用蔬果还是卤汁来喂养幼儿 OK,就是呢,他们一生下宝宝过后 他们会用他们一些蔬菜水果还是他们的卤汁 他们的母奶去喂养幼儿 答案下来一个 OK,是乳汁 就是妈妈的母奶 OK,好 第五题 母鸡每天都会产卵 一次产下很多还是一个卵 OK,刚刚我有讲咯 D的话呢,是生比较少的 所以他可能一次产下一个卵 OK,答案是一个 好,现在呢,我们来看第二个练习 OK,我们来继续第二个练习 OK,这一题呢,它是幼儿的体型比较 比较什么 幼儿就是宝宝 宝宝的体型都是比较小的 对,OK,小 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七题啊 OK,跟着刚刚的那个练习的 刚刚我们下第五题吗 那么现在这些练习就是跟着那个号码 然后那个号码要换 OK,好,现在是第七题 幼儿长大后体型会变大还是变小 就是宝宝 baby它那么慢的长大 越长越大的时候 它的体型就会变大 OK,对 好,第七题 青蛙和蝴蝶的幼儿都与妈妈长得 OK,青蛙和蝴蝶的孩子 好,首先青蛙的孩子是蝌蚪 蝴蝶的孩子是毛毛虫 OK,这个呢,我都有教过的 它们的样子 它们宝宝的样子 跟妈妈的样子是长得完全不相似的 所以答案是不相似 OK,好,第八题 蝴蝶的幼儿是 刚刚有讲到蝴蝶的幼儿 蝴蝶的宝宝是 毛虫 青蛙的幼儿就是 蝌蚪 OK,蝌蚪 好,第九题 OK,是到第十题了 OK,第十题啊 母鸡用什么来保护卵 用肤卵还是乳汁 OK,母鸡是怎样保护它的蛋的 我们通常看到的母鸡 就是它会坐在它的蛋上面 对吗 好,那个叫肤卵 OK,当然是肤卵 好,十一题 鳄鱼为了保护幼儿 会把幼儿藏在育儿袋还是嘴里 鳄鱼,OK 好,它为了保护它的孩子呢 它会把孩子藏在它的嘴巴里面 就是它会张开它的大嘴巴 然后呢,放它的孩子进去 但是没有吃掉它 它只是藏它在里面而已 OK,好 OK,那今天的课呢 就会讨论到这里 我们下一堂课再见